我们冷静 去思维 去观察我们现前的世界 我们在经典上看世尊给我们介绍的 社方诸佛刹图 义正专业 就跟维提西夫人当时情况一样 在这个世间遭到灾难 平常听世尊讲经 知道社方诸佛无量无边的爆炸 我一提西夫人就动了念头 想以明啊 现在的话是以明了 我不住在这个地方了 我想找一个好的地方 好的环境 去居住 世尊有神力 把社方诸佛的刹图 就像我们现在电视一样 喜严是在维提西夫人的眼前 让她自己看 她看了之后 跟世尊说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好 我想到那里面去 不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 释迦牟尼佛把社方佛刹了 用神力让她都能看到 她自己选择的 选择的正确 世尊赞叹 他向世尊请教 怎样才能去 世尊给他设 设六观金 这是观 无量寿佛金的缘起 这样一个好的地方 维提西夫人看到了 我们在这一部经上 读到这些文字 听到古大德的这些著书 我们也明白了 愿不愿意去 如果真愿意去 就要像维提夫人那样的 诚心诚意 老实好学 真看 他就真地往生了 设加弥陀 大慈大悲 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人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